哈喽大家好,我是小鱼娘 小伙伴们期待的改化环节又来了 前两期视频,鱼妹使用在原图上进行调整的方式帮大家改化 虽然很方便,但是面对问题比较多投稿作品时 就算抽中了,也不方便修改 所以本期视频就继续采用虫画的方式进行改化 那么接下来就是老规矩 本次将抽選两副作品进行全方位审判 首先是第一副作品 好闪亮的大眼睛,有一种似曾消失的感觉呢 仔细想想,在之前的改化视频中 鱼妹也遇到过类似情况的作品 不过看起来并不是同一位原作者 这副作品的眼睛虽然也非常闪亮 但是绘画风格不一样 而且没有投稿中常见的通线问题 至于有哪些错误 最明显的就是眼睛画得太大了 而且没有画出眼部的结构 然后是头型画得不对 耳朵画得有些过大 头颈间的关系不准确 发型方面 刘海没有画出发丝 冰角需要适当增加一点头发 这样一看问题还是挺多的 那么接下来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 依照惯例 刷画出头上的框架草图 然后画出闪亮的大眼睛和标准的五官 头颈间的关系进行优化调整 接着是发型的柜质 刘海 并发 后发一个都不能少 发丝也要表现出来 之后是服装部分 圆图可以看出是非常可爱的洛莉塔风服饰 所以要华丽的装饰都要保留 蝴蝶结 景环 可爱的头饰 还有耳坠 一个都不能少 这样大概照了就基本完成啦 不过还漏了非常关键的一点 大家猜猜是什么 当然是让大眼睛变闪亮了 使用圆图同款的蓝色为基础 为眼睛上色并添加阴影 是不是感觉非常好看呢 接着让我们来看看第二幅作品 这幅作品第一眼看上去 就没有那么明显的错误了 我猜应该是一位可爱的兽娘女仆 至于是什么动物吗 虽然现在画猫娘的很多 但是从耳朵和尾巴看并不像呢 所以先不管这点啦 让我们来看看错误部分 首先是发丝画的有些乱 然后是人体结构不明确 腰部过于弯折 胸腔要更往上一些 手臂的透视也不对 并且提着裙子的话 要当裙子被提起的感觉 通过褶皱表现出来 最后手上拖着的盘子 倾斜角度太大了 有一种蛋糕会滑落的感觉 既然找到了问题 之后就是大改造的时间啦 虽然是兽娘 但是人体的框架还是差不多的 先画出整体的草图 然后绘制五官和发型 画好发型后 可以补上朦胧的兽耳 这里要注意 根据视角方向 有时需要把兽耳里 软软的绒毛表现出来 之后是修正手臂透视 画出合理的胸腔和腰部 手部的托举尽量平缓 盘子微微倾斜即可 最后再补上双腿和大尾巴 至于服装部分 原图是可爱的女服装 在设计方面没有什么问题 但是医者关系没有处理好 右手提起裙摆时 我们要根据受力变化 画出相应的医者 处理好医者后 还有颈部的铃铛等装饰品 也不能忘记 这样改造手手就大功告成啦 大家觉得这位兽娘是什么动物呢 最后云妹再说一下 从小伙伴们的投稿来看 不少人胸腔都画得比较低 看起来像下垂了一样 所以大家以后绘画前 一定要先打框架 确定好人体各部位的位置 在绘画哦 那么本期的改画环节 就到这里了 欢迎大家继续踊跃投稿 喜欢视频的话 也不要忘了一键三连 我们下期再见吧 拜拜